嗨,欢迎来我的频道 打开房门把门锁好一个人睡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放行李箱的柜子 然后一个study table 然后再来就是buff 再来是一个double bed 然后这是我14天需要睡的房间 我拿到的酒店是holiday in carton 昨天6点入住 所以就是晚餐时间 这是我的晚餐 the next day 哈啰,早安啊 今天是我在酒店隔离的day do 然后 嗯,睡得还不错 因为昨天是挺累的 所以现在起身了等早餐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早上我这里的风景如何 房间不是很大 因为新加坡吧,房地比较贵 哇,不错哟 唉,被这个building block 着了 不然太阳是从这边起来 其实还蛮不错的风景 这里是holiday in carton 旁边是shopping mall 那个,很像是carton v 搞错了 再来 是carton square shopping mall 看,还可以吧 晚上夜景也不错 但是拍到不是很明显 因为会反光 那早上的话 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太漂亮了 但是就是这个building block 着了 而且我是住在16楼 如果越高一点 可能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日出 我还有14天要在酒店隔离 因为新加坡呢,它是隔离14天 14天的话,他们是15天 day 15 就是第15天才能够check out 所以我还有14天要在这里过 因为第15个晚上 搞错了 再来 第14个晚上满 才算是隔离满 所以第15天才能 12点才能够check out so 我还有14天要睡这个床 ok 我自己有带被子 然后 房间的话 比起马来西亚 这里会比较小一点啦 of course 因为新加坡的房地比较贵嘛 然后马来西亚 会住的比较舒服一点点 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自己 是有带一些干粮 所以我是自己有准备一些的 小吃的干粮 然后咖啡之类的 然后 有 成功录带一个肉干 so 我的环境就是这样 在这边就是办luggage 这边就是我的buff room ok room tour的影片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please click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给我转发 migrated 好 优优群 com release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